当然撤侨这个事件 我说跟自己的自身实力有密切相关 你看我们说这个世界史上这个撤侨事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登场中 美国那时候国力已经强大了 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从欧洲撤走了大量的侨民 而且那个时候撤走侨民呢 渠道呢还不像现在这么通畅 而且也不像现在 现在一般来说啊 世界上除了说日本加拿大少数几个国家以外 撤侨的时候都是国家拿钱无偿的 当时有很多美国人在一战期间呢 就撤侨的时候政府向他们收费用 很多美国人不理解 说这撤侨应该是免费的 怎么还能让我们交路费呢 其实啊 有时候你想 在当时那种乱世情况下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其实撤侨也不完全是撤回本国国土 就是把你从战乱那个地方呢 挪到相对一个安全区域 这也算是撤侨成功 就离开这个国家 你看当初利比亚闹出骚乱的时候呢 当时中国政府撤出侨民 有一条道 就是从陆地上走 就来到突尼斯 这也算撤侨成功 因为只要你安全了 生命不受到威胁了 就可以了 在二战期间呢 二战结束的时候 最大的撤侨行动是什么 是日本 为什么 日本散落在世界各地 还有不少军队呢 都投降了 还有很多自己侨民呢 当时 所以那个时候 日本由于战败了 已经没有能力把侨民撤回来了 当时美国 历史记载呢 是借给了日本 总共是191艘船只 其中有一半 有100艘左右 是7000吨级的 然后这些借给日本干嘛 就是运输自己的侨民 这可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 就是运输侨民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美国自身呢 它比较大的举措呢 是在1975年的4月29号 这一天呢 标志着越战彻底结束 当我们看阿甘正传嘛 里边 那个阿甘不就是到这越南战场打仗吗 那个时候南北越交锋 已经胜负与判了 当时南越的首都西贡呢 有大量的美国侨民啊 士兵啊 还有一些这个南越的其他人 亲美势力 需要从西贡撤走 当时美国出动 军用直升飞机 利用自己停泊在海湾的这个航空母舰 用军用直升飞机 很短时间之内从西贡 撤走了7000人 就腾出地方 给运输这些侨民 这直升飞机能落下 所以这一幕呢 也被一些纪录片给记录下来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 有几乎一个很难得一见的场面 这是美国当年撤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